實施4個月的進空令終於在今天正式解除 雖然台股一開盤就跳空上漲 更一度衝高到15717點 卸下波段新高 不過10點過後賣壓湧現 大盤一路探底 中場跌了111點以15503點作收 而近期引發市場關注的還有新貴兩大標股 新宇航空最近因為受到貴買中心處置 今天股價只有銷漲2.58%到36.1元 而清靜海目前只被列為助益股 股價又持續大漲近27%以17.8元作收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在眾人面前 舔了剛洗好的盤子 證實洗碗筋無毒 就是這個畫面也讓清靜海彷彿有了郭董加持 股價狂飆甚至上演兩次熔斷 連自家動作也嚇一大跳 我忽然發現的時候 因為我平常我很少在關注這個 那就有朋友跟我講說 你那個好像有看到一些媒體露出這樣子 我才嚇一跳 不過專家也提醒 就算基本面在今年有明顯推升 但這段時間的賬幅已經大量反應力多 散戶要追高恐怕風險還是偏大 投資人可得省慎考量 八達新聞綜合報導